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在讲说牙齿还会咬到舌头呢 你知道吗 你那个手要伤到舌头还不太容易 脚要伤到的时候更难 那为什么是牙齿 因为静嘛 老在一块就在旁边 舌头牙齿就在旁边 所以因为静难免会有摩擦的时候 因为是家人 你路上偶尔一辈子碰过一面的人 你就跟他打了一架 你也太喜欢打架了 但是如果你跟你的小哥哥 跟你的小弟弟 会从小一起长大在家里面 会有摩擦 会有打架 常有的是 为什么 因为静嘛 摩西 米利安和亚伦 这姐弟三个人一起成为领袖 在带领百姓出埃及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都是最重要的关键人物 因为很静 很核心 其实亚伦跟米利安是摩西最核心的同工 又是最核心的同工 又是最亲近的家人 所以难免会有摩擦的时候 但是当这些摩擦发生的时候 你要一直停留在 我真的很深意 他怎么会说这样的话 他怎么会做这样的 他简直怎么 你就很难从那个不饶恕的苦毒和怨恨里面出来 结果呢 那个让你非常生气的人 他不一定不快乐 是我不快乐 他还挺高兴的 你看他被我整了 一直在那里生气 他可能很快乐 可是我们不快乐 你要怎么样可以走出这样的不快乐 做一个选择 选择饶恕 选择纪念对方的好处 就好像摩西 他的姐姐明明就毁谤他 圣经上还讲说 神也没有说你误会了 你姐姐其实 是 圣经明明讲 他的哥哥姐姐就起来毁谤他 毁谤他的人竟然是亲人 而且还是亲哥哥 亲姐姐 而且是他最亲近的同工 当然受伤 当然愤怒 而这个时候 转换一下下 米利安是他最亲近的同工 你知道 当他们过红海 摩西的一生里面的 那个侍奉的一个高潮是什么 就过红海啊 带着一两百万的人 站在红海边 后有追兵 前面有红海 怎么办 他在那里 拿着帐 举起了那个帐来 红海就开了 哇 在那个最关键 你看他有多大的冲击 我想 看到追兵跟上来的时候 红海又合起来了 那些追兵淹死在红海里 这是他一生极大的一个关键的时刻 然后在过了红海之后 怎么样安定大家下来 一起来赞美神 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 谁站在他的旁边 跟他一起来带领 米利安 我读给你听 他说摩西的亚伦 摩西跟亚伦的姐姐 先知 女先知 米利安 手里拿着鼓 重妇女也跟他出去 拿鼓跳舞 在那个时候 大家要一起来赞美神的时候 在他旁边 他是个男人 摩西是个男人 带领的这些男人们 一起打仗 一起来敬拜 那谁带女生呢 米利安 纪念 在那个一片混乱当中 过红海 那多混乱的一个时刻 站在你的旁边 支持你的 陪你的 跟你同心站立的 是姐姐 想到别人的好处 想到小的时候 如果不是我姐 我就死了 想到在那个 过红海那个关键 不是他带领你的 子妹们一起 恐怕就乱成一团了 纪念对方的好处 让我们容易走出 受伤的情绪 怨恨和苦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雅 雅